歡迎收看展哥講股 越講越漲 來大長牽點洗一洗 守住月線四基金 來前面 來這前面我們在做的時候 跟大家講行情像跳舞 真的要掌握節奏 你才能獲利 這一天是國安基金宣佈進場 隔天我就大舉進場 對不對 那當然到現在漲了多少 其實漲了千點 將近千點 來我們看一下 很多同學在現在就會問 今天就緊張了 今天到底漲勢會不會延續 我們先延續過去的看法 來這個頸線的位置 畫出來是14552 有沒有守住 有 OK 然後月線的位置 來14649 有沒有守住 也有 所以守住月線 守住景線之上 就我們的操作策略來講 還是屬於一個偏多操作 偏多思考 而且是偏強的局面 OK 這是加權指數 我們下一張我們看一下 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的景線 176.2 月線的位置177 有沒有守住 其實都有啊 所以真的要很擔心嗎 我倒是覺得不至於 我覺得不至於 當然我知道很多人大漲 將近千點都會很怕 這難免 但是我們帶大家看更細一點的 我們把短線的15分線 來做一個解析 這是低點嘛 前面破底的低點 所以國安基金看到破底的進場 對不對 進場開始一路漲 所以從整個低點 從這裡算到這邊 大約漲了多少 981點 將近千點 將近千點 將近千點稍微拉回整理一下 合不合理 我覺得還OK吧 漲了千點 大家都會想說要不要買 開高趕快買掉 所以第一個我們觀察點 這一個開盤的位置 所以開盤的位置這裡 是量是相對比較大的 對不對 那前面一個大量就是這個 國安基金要進場的這個開盤 所以咧 昨天美股大漲費半大漲 沒記錯的話4.16% 所以開高之後 我覺得很多同學 可能閃戶就會想說 是不是獲利了結的賣壓 就趕快獲利了結掉了 對不對 所以後面拉回 後面拉回 但是拉回我們看 這是昨天的 昨天前天的一個相對高點的位置 我們劃過來 14719.64 今天收盤14733 是不是也在這個高點之上 所以今天的盤 我認為是這樣 開高之後回頭回測一下 這叫多方缺口 回測一下缺口 有沒有守在前高之上 還是有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調節的機率比較高 那個行情維持多頭 這個機率還是相對高的 所以這就是跳空 跳空的回補 回補缺口 OK我們來看貴買指數一樣 貴買指數你看 這缺口其實還沒回補 所以貴買還相對更強 因為缺口補掉了 跟沒補 當然是沒補的比較強 對不對 但是當然他開盤也開比較低 所以你說他到底有沒有補 到底有沒有算缺口 我覺得也還好 但是你看有沒有守住這個前高的位置 其實都是有的 所以你說他強不強 我覺得就短線來看 盤勢還是維持一個強勢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不用太擔心 還是維持我們的策略 在月線在頸線之上 我們都還是維持一個偏多的思考 OK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我們這指數 加全指數 來扣底的位置在這裡 這裡有個小三角形 這月線扣底的位置 再來1 2 3 4 5 5天之後扣底到這邊 所以換句話講 如果現在當然5日10日都是向上 但月線還是一個向下的局面 所以5天之後如果能守在這橫盤附近 那月線他會怎麼樣 他就會開始彎頭向上 所以就會更加深多頭的力道 所以為什麼月線這裡很重要 我說月線要守住就是偏強勢 因為月線如果未來5個交易守住 月線開始轉多 那我們就應該往上再挑戰的機率就更高 而且第一個看這個位置 然後再來就看上面的季線的位置 我覺得還是以一個中線的盤勢 不要說中線 也許兩週三週左右的盤勢 大概是這樣一個角度去思考 所以觀察重點在什麼 月線 很簡單就是月線 來櫃買指數一樣 扣底在這邊 一樣1 2 3 4 5 5天之後扣到這個位置 所以未來一週非常重要 能不能守在這個位置之上 所以現在不用急攻 不用急攻大家記得 不要急攻他只要能守 我覺得都還是一個以盤待變 而且維持一個多頭的格局 大概是這樣的思考 來 今天早上8點17分 因為漲起來就看到美股大漲對不對 所以我說昨日影片我用什麼 半導體的庫存週期推論 台股的低點不遠或者是低點已過 所以美股收盤也大漲 特別非半大漲4.6億 剛剛記錯4.6億 這漲幅大不大 整個指數 是不是印證我們的推論 我覺得這個機率是蠻高的 來前波的 這波的行情反彈已經佔上月線了 明顯強於之前幾次 前面幾次是不是十日線佔不上就下來 前面一波 然後在應該說前前一波是十日線 前一波是五日線站上之後就下來 所以現在這個位置已經站上月線了 跟前面比我覺得就是相對強 很明顯 所以還沒趕上行情的同學 我覺得還是可以持續進場 以進場的同學可以用影片中的策略 僅限7月8號的高點14552以上偏多思考 月線以上維持強勢積極做多 我覺得還是維持這樣一個想法不變 不過當然一些 昨天要加入短期班的同學 我本來今天想要再進場 但是我早盤我覺得還是想要等一下 所以今天沒有進 所以不用急 也許我們明天維持在月線之上 我就還是會再帶大家進場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OK 來我們截一下個股 亞歷 我們進場五天已經賺了18.75 今天盤中同學就說拉回拉回 要不要出 所以我就特別在跟影片中跟大家解一下 來這個狀況為什麼沒有出 我們昨天這是一個帶量 是一個帶量的紅K 跟前面比那不算長紅 因為這天漲停 但昨天其實也算是紅K的狀況 一個帶量的紅K 所以這個地方重不重要 這個地方一定是重要的K線 為什麼 因為它有量 OK 所以一般我們會怎麼抓 帶量紅K的中間點 來我們把高低點加起來除以2 36.95 來今天回測到多少 36.9 回測到36.9就上去 然後最後還收盤 還收收紅 還收收漲0.53% 所以我覺得還是維持一個多頭的狀況 因為大家有個概念 航行不會一波 每天漲停 因為通常基本面的股票 比較不容易發生每天漲停 通常投機的股票比較容易 我們必須客觀講是這樣 因為有主力在說 但是你說像亞利它是不小的股票 20多億的資本額 所以你說它每天要漲停機率不高 所以中間有震盪換手是正常的 而且你看5日10日20 都是一個多頭排列 所以未來 當然我的策略還是會這樣 基本上我會再幫大家拆一個高點去賣 賣完我就會設移動停領 所以我大概是這樣 所以那個會員的持股 我們持股的會員不用擔心 我大概是這樣 未來會這樣子操作 然後再來飛結的部分 今天是除息 今天除現金股利大概除4塊錢 OK所以整個的狀況 我覺得是怎麼說 我覺得應該我們第一個抓前面的高點 然後這一波的高點的位置拉過來 所以這邊呢 這邊是不是回頭測一次起來 測完起來 所以那個時候在Linda News 剛好有同學問到 有觀眾也問到這檔股票 我就說其實守租月線 我覺得還是不用太悲觀 不用太悲觀 不過當然今天這樣等於是稍微貼席 開盤很強 就收一根黑K 不過他同類型的族群 大概都是今天都是開高走低 像紅寶早上也很強 早上很強 所以尾盤也收下來 也收黑K 所以飛結的看法 我認為守租月線 我們大概會逐步利用月線 來當做一個出場點 所以我明天會再給大家指令 然後另外他前面的高點 95塊2 我覺得機率比較高的狀況是說 他應該要過去測一下 不管會不會過 不管會不會過 我們講技術面的角度 理論上他在這裡守住了 他一定要測這個高點 靠近不過回頭 或是過高回頭 這個時候才是一個出場的點 那當然下方跌破月線 我覺得也是會 也會是一個出場的點 大概是操作邏輯 操作策略我大概會這樣安排 再來漢翔也是有同學問到的 來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一個明顯的一個什麼 箱形嘛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那個 可以說意外狀況 意外狀況 所以上去一天就下來 但是又回到箱形 所以我們把整個箱形 延伸過來的話 目前的位階 目前的位階 都是守在這個箱形上面 所以我也是覺得 它是一個亮縮 在慢慢的整理的狀況 所以如果跌破相形 我大概也會出場 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不用擔心 我都有持續在注意 都有持續在注意 所以其實有一個亞歷大賺 飛傑 漢翔 小賺小賠 我覺得也沒什麼 操作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把握住大賺的機會 然後小賺小賠大賺 小賺小賠大賺 大概就是這樣 就會長久以來 長久下來就會獲利 所以不用擔心 ok來 youtube記得幫我訂閱展哥講股 每天下班10分鐘 掌握最新行情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ok 接下來我們講一些其他的股票 我覺得這個族群 還是可以持續關注 之前我們在介紹影片 我就講過這個系列 來這3037的新星 ABF三雄 我們來看一下 來首先右上角這一個 這個藍線是他營收的圖 如果看youtube看手機的同學比較小 簡單講 他的營收現在的位階就是歷史新高 就是歷史新高 但是股價已經大幅修正了 已經大幅修正 那他能不能做一個底部 之前我們在講 是不是說法人有沒有回補 所以這一段跌下來 其實是不是投信開始在買 然後外資勒 當然有買有賣 但是昨天應該說今天 今天收盤的狀況 外資跟投信還是持續在買超的 而且外資買超到 4000多張 4849張 所以這個狀況 我們第一個 把過去WD的頸線的位置畫出來 我們發覺他是不是 確認這個WD成型 因為守在頸線之上了 然後再來我們把前面 這個區間的高點也畫過來 所以你看 下面這一條是頸線位置 上面這條是前一波的 高點的位置拉過來 其實現在的狀況是都站上了 而且法人在回補 所以他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挑戰 其實是有的 其實是有的 所以怎麼判斷他強弱 先跌回這個位階 如果跌破這裡 那就是完全失敗 跌破WD這一條就是失敗 所以能不能守 我覺得這是未來幾天 要觀察的一個關鍵 大家可以持續注意 那同族群的我們把南電 8046南電拉出來 我們先把過去來比較多次的位置 也畫出來 來畫出來之後 我們會發覺什麼 第一個 他5日10日20日 月線都站上 短期均線都站上了 OK 有沒有站上這個重要的價位 也有 但是如果我們再把頸線畫出來 等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 他的營收在哪裡 其實也是到一個歷史高點 也是到歷史高點 但是股價卻也是大幅修正 對 然後再來我們把頸線的位階畫出來 頸線的位階畫過來的話 我們是發覺收盤 盤中有挑戰 但是收盤是收下來的 所以有沒有正式突破 其實沒有 其實這是沒有的 所以它是相對弱 但是今天怎麼樣 外資跟投信 都還是站在一個買方 所以明天能不能站上 跟隨星星的腳步站上這個位階 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點 那當然通力 那如果跌破這個重要的位階 那其實就是轉弱 就代表這一次的整理是失敗的 又再度回到整理的格局 要回撤低點 那如果能守住能上去 那它繼續再往上慢慢攻的機率 也是有的 所以就持續注意什麼 第一個注意價位 再來注意法人的買賣潮 大概是這個關鍵 再來3189的景碩 景碩一樣 營收是不是一樣在歷史高位 所以ABF三雄 我們發覺很一致性 就是它的營收狀況 都是在歷史高檔 都是在歷史高檔 但是股價卻大幅修正 然後搭配我們昨天影片講的 半導體庫存的修正 它YOY 可能會落在明年1月是低點 不是 明年第一季 第一季是低點 所以回推這個時間點 一到兩季 也許這個時間點相對就是低檔 然後ABF三雄 PCB就是工業之母 對不對 那半導體都是要 掛在 都是要裝在那個PCB上面 所以PCB的業績重不重要 其實是重要的 那你看它們都在歷史高位 那半導體的庫存如果修正 那這個族群 電子的族群 是不是能夠持續上工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關鍵 所以ABF三雄 我今天特別點出來 重點是這樣 來景碩一樣 我們把過去來過比較多次的位階先畫 這個地方也站上了 5日10日月線全部站上了 但是今天收個十字線沒有問題 再來我們把什麼 景線也畫出來 我們發覺景線沒站上 OK 所以最終來我們回頭講 複習一下 星星是不是最強 星星最強 然後南電跟景碩 都是一個比較弱勢的狀況 所以南電景碩能不能轉牆站上 會是一個關鍵 那如果他們都不站上 都回撤的話 那星星被拉下來的機率就很高 大家要有這樣的角度去思考 所以明天關盤的重點 或者說明後天 未來幾天關盤的重點 我覺得他們三個 他們三個會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能不能帶著我們的電子族群持續上攻 因為今天我們盤中 早盤可以很明顯看到 肺瓣拉高之後 IC設計族群很強 但一開盤就開高了 所以你連追的機會都沒有 開那麼高你不敢追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們接著轉牆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整個注意力 拉回到整個電子族群 IC設計的族群 這我們就後續持續觀察 大家就注意這三個 ABF三雄 OK 來 昨天就跟大家講這個 有錢人想跟你不一樣 大家也可以去聽一下有聲書 有錢人玩金錢遊戲是為了贏 窮人則是為了不要輸 為什麼我重複講這個事情 因為今天有很多新的同學 或者是以前潛水很久的同學 都跑來問問什麼 說我股票可不可以解套 那要不要等解套 其實你做股票你是為了解套 不是為了賺錢 這是很常遇到散戶的問題 你買了之後你等了 你等等等 等到後來你想要做的事情 就不是賺錢 就想要等解套趕快出掉 但是你想 大家都是這種心態的時候 主力會拉給你解套嗎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對不對 我覺得不要這樣想 但是我們進到好的點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為了贏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一直強調一個觀念 短線保護長線 所以為什麼一直教大家做短線交易的技巧 因為我們短線做得好的時候 你才有資格去抱長線 不然你從進場就套了 等到解套你就想賣 後面有行情都不干你的事 這個是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很多散戶為什麼在這一塊 做股票都做不出一個興趣 做不出一個那個獲利的狀況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你選擇這點的時候 都是看到新聞高檔 熱點進去追 追完之後就下來 然後下一波行情上去的時候 你就想解套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所以你怎麼樣 讓錢幫你們工作 窮人則是工作賺錢 所以當然你可以來加入短期體驗班 先來試試看 所以最後展個小提示 很多人都是這樣 今天都跑來問 要換不換好猶豫 要換不換好猶豫 昨天的短期班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昨天三個 今天再加兩個 因為今天還沒進場 今天還沒進場 所以今天趕快打電話來 還來得及 也許我們明天可能會進場 就是短期班的同學 我就會帶大家再進場 歡迎打電話來 0800370888 那當然你的換股 你進來的第一個重點 手續辦好之前 你股票先給我 我趕快幫你處理 告訴你說我先幫你 你一定策略 什麼股票要留 什麼股票要先出 然後來換股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記得 你自己先準備好你的庫存 然後趕快打電話進來 跟助理講 你的庫存的狀況 OK 然後放完手續 我們就趕快來動作 大概是這樣 今天節目到這裡 希望整個行情能夠持續 那當然今天美股還是很重要的 那個納斯達克 已經佔回季線 那其他的指數 能不能上去 我覺得是一個關鍵 那當然廢半昨天大漲 但是也是靠近季線 所以這個位階 到底季線 是壓力 還是其他的指數 會跟隨 納斯達克 站回季線 挑戰季線 這個拭目以待 今天晚上我們一起看 今天晚上重點還有什麼 晶片法案 OK 這都是影響台股非常重大的因素 所以OK 那我們就明天早上 我們在Line上面再相會 OK 拜拜